今天我會分享一個題目 叫做主以聖過世界 為什麼我會分享這個題目呢? 其實讀這個課程是輕鬆得聖 我就想在聖經裡有什麼經文是得聖的呢? 那腦子第一時間就想到這一句 就是我將這事告訴你們 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聖了世界 那聖... 聖了世界? 聖什麼意思呢? 聖... 因為我看聖經有時候都會看英文 因為英文是... 希臘文直接翻譯過來 我覺得準一點 而且我唯一認識的外文都是英文 所以我會看英文的 聖有一個征服、克服的意思 除了聖之外 我們都會看苦難 苦難是什麼 苦難原來是這堆東西 煩擾、壓迫、磨難受苦 那是什麼呢? 寶羅呢? 其實也有補充到 原來寶羅也有一句 他就是在這些事上得性有餘 嘩! 是不是很開心? 其實神給我們一個應許和盼望 那這些一切事是什麼呢? 這個得性呢? 它有一個勝利的意思 即是再高一個層次 不是單單克服那麼簡單 那... 那些一切事其實是什麼呢? 紅色那些字 那大家自己提 那... 那... 香港地其實 都很難會有這些什麼赤身露體啊 刀劍啊這些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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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貼地一些 李靖所說的 接地氣一些 那... 大家在生活上面 有沒有... 夜難人症 五夜夢迴對驚自戀的時候 會不會想到... 這些這樣的... 問題呢? 你是否一個失敗呢? 是不是人生沒有百母呢? 其實... 是不是沒有樣子沒有身材啊? 即是... 什麼都沒有呢? 那麼... 什麼都沒有都沒關係的 其實是錯的 這些東西是 所有東西都沒關係的 因為我們有什麼呢? 噔噔! 德勝五部曲 真的... 現在跟大家溫習一下 是的 那... 德勝五部曲有... 有這幾樣東西 我會在... 常生活... 不同的層面裡面 去分享一下 怎樣去... 處理這個... 所謂百母啦 那... 純粹是一些... 個人的... 點子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 得到一些... 看法啦 第一樣東西... 沒有樣子沒有身材 沒有健康沒有精神 其實我們的樣子呢... 神在我們的胎裡已經是... 做好的啦 其實... 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你不純粹自己本身的... 外形呢... 其實你是... 不純粹神啦 所以我覺得... 整容呢... 其實... 就是... 是罪啦 如果... 是這個... 變性呢... 我覺得罪大惡極呢... 大家... 會不會同意這件事呢? 就是... 如果在... 我們的角度裡面... 那... 我自己呢... 其實... 隨著年齡增長... 都開始... 很多白頭髮啦... 那... 開始留意到自己的白頭髮啦... 那... 其實這件事是罪啦... 因為... 你年紀漸長一定會有白頭髮的啦... 但是呢... 就是... 另外... 其實我意識到破壞性啦... 因為我會走去拔牠啦... 就是... 拔... 其實... 除了這個動作是對身體有破壞之外... 其實... 屬靈上... 其實你是... 都不認同這件事啦... 但是... 後來... 我... 靈修查經的時候... 見到一句... 哇... 《針言》二十章二十九節... 《強壯乃少年人的榮耀》... 《百法》為老年人的尊榮... 哇... 見到這句我多麼開心啊... 是尊榮啦... 那麼... 出多幾條都不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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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尊榮啦... 其實這句... 我想... 當然背後的意思... 不是只說白頭髮這件事啦... 是說... 其實你每一個人... 在每一個年齡層... 其實都有自己的定位啦... 那麼... 所以我們要很清楚明白這件事... 也是神的心意啦... 好... 接著... 香港... 土地問題... 每個人都在想... 沒有... 車、沒有樓、沒有錢... 之類的... 但是... 耶穌說過啦... 我們比非鳥更加重要的嘛... 尚且養活他... 香港地... 其實真的不會餓死的... 而且... 況且... 其實... 天生我才必有用... 那... 其實... 不要看低自己啦... 那... 神其實... 都會減少一些如絕... 去令你... 叫強壯的那些去羞愧啦... 那... 其實... 之前我... 在一個... 叫做... 精神病患的地方... 做服侍啦... 那... 看到那些朋友呢... 其實... 就是... 你... 看到他之後呢... 你會覺得羞愧... 因為... 其實他們可能... 工作又不是那麽... 那麽理想啦... 或者... 生活的質素又不是那麽高... 但是他們呢... 因為有神在他們中間... 那他們很開心... 我記得有一次... 他們在那裡... 在那裡鬥... 鬥什麽呢... 鬥拿這個... 商殘交通津貼... 鬥多... 那... 其實你會... 當中你會見到他們... 有個滿足和喜樂在那裡... 那... 所以... 我作為一個... 又有收入... 又有正常工作的人... 那... 那... 有什麽好... 值得...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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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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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人說他是機佬 我說 蛤? 我問你是不是機佬? 他一口咬說不是 我說不是就行 原來你就要說是 每個人都說你那樣 你就很不空 但是他仍然有點生氣 我看到他有點生氣 其實小朋友的情緒是很正常的 剛巧走廊有一塊瓶 不要含露到日落 我就跟他說 看著這塊瓶 不要含露到日落 生氣到放學好了 明早沒事 到第二天見到他 我問他他好像沒了一件事 那就感謝主 我覺得也鼓勵到那個小朋友 所以應用回我們身上 我們是基督徒的話 其實我們要知道我們自己的身份 我們是尊貴的 是神眼中的童人 有時世上很多說話 或者很多價值 放在我們身上 但是我們要知道我們是誰 要站得定 沒有人沒有朋友 其實之前因為工作關係 我也叫做幾多朋友 但是其實我覺得 異和不異 別說是做夫妻 其實做朋友 臨後六章十四節這句說話 都很適合 因為你會發覺 你和一些 不是和你的價值觀 相近的人 是很熟悉 或者很勞氣的 跟他們相處 其實我自己 以前的工作 都認識很多人 也要應付很多人 其實真的很累 累到自己 直到自己有信仰之後 其實我覺得 我究竟討好人 還是討好神 其實 於是我就知道 這是一個問題 我就祈禱 跟神說 那些無謂人 就在我身上 把無謂人刪除了 還有 其實自己也刻意 都收窄自己的社交圈子 那我發覺 當你去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那 神又會把一些真正是 讓你 因為其實你的朋友 走在一起 無謂的 你喝喝吃吃 走到朋友 但是如果在主裡的朋友 其實大家可以做就安慰勸免 就是大家一起成長 所以這件事 萬事互相效力 叫我會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除了是身邊的人 是身邊的事 都能夠讓你去更加長大成熟 更加能夠去到神的道裡面 好了 接著 清單 沒有事業、沒有成就 沒有身份、沒有地位 這些 但是 神也說了 是要讓我們得更豐盛 我們其實 不是在世這些 價值觀 牧師也經常說 叫我們積財寶在天上 對 這樣 還有 其實神的恩典 是夠用的 這件事 我都容許我多一點分享 因為其實 之前 我們去斯里蘭卡 短孫的時候 其實我是做了一個 對我來說 挺大的決定 就是當時 我回到那份工 就很累 很累 很累 很搶 收入是比較好的 那份工 也讓我在經濟上 鬆動很多 但是真的不行 因為我要去短孫 短孫 短孫 我的身心靈 都搞不定 那我覺得 這樣不行 第一 就是 對自己不好 第二 更加拖累團隊 即我不想成為一個破口 於是乎我計算 即是我也有燈油火納 也要計算 算完數之後 嗯 覺得 接著我就二話不說 就決定是 現在我們所說 裸詞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是 我們八月中去短孫的 但是我覺得 我起碼要先休息一半個月 才可以讓我的身心靈 叫做回復 因為其實那時候 那份工作 我完全沒有自己的生活 包括地上的生活 或者屬靈的生活 令我最集中的 就是 其實我去不到 我自己 本身有去的小組 去查經 即是我覺得這件事 很不行 是的 於是 我就 裸詞 其事就是 六月尾 那 八月中才去短孫 那 但是 持完工 其實我也有燈油門同臣 說 次份好一點就供給我 怎樣怎樣怎樣 也有討告 也都 但是其實 心很平安 不會因為 頓時沒有收入而坦剔的 那 好奇妙 就是 就是 其實我打算短孫完回來 我才找工作 因為八月中 沒有一份工作會等你兩個月才上班 即是你九月才上班 不可能 於是我就 大安置疑 那段時間 其實我做了些甚麼呢 其實我真的回到神道 因為我覺得自己很弱 那 早土會又回到 這個 茶經又 敬茶 即是完全是讓自己休息 那 務求一個好的狀態 去出去服侍 那 那 神 幫助了很多 但是 神的度 真是高於我們的度 他 給你的事 是你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的 其實 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之下 跟我朋友聊天 於是他就 介紹了一份工作給我 那份工作就說 我其實 都想去試試 因為 比較近我家 其實是我住得很遠 我經常 心裡已經暗暗的 我跟林說 神啊 祝福更近的工作給我 那結果 這份工作是聘請我的 我自己本身 心裡有些規定 是全部合適 雖然我沒有很 在我討論裡面 沒有很羅列出來 或者我是很刻意就這件事討論 但是神的恩典 真是很大 其實 我講出來 之前講出來 分享給其他 電影姊妹 其實真的是一個笑話 還有其實 這份工作 因為其實我是七月建工 那份工作 肯等我 九月才上班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份 是學校的工作 九月很開學 有時候 神的恩典 就是這樣 塌塌陷地 去 適合你 雖然這份工作 無論在收入上面 各樣東西 跟我之前在外面做其他工作 差很遠 但是 神的恩典 是夠用 一路下來 其實當中 工作 等等 都 處處都見到神的恩典 是 這個就是最後 大家其實有時控訴完 對自己有控訴之餘 亦都會對環境有所控訴 亦都會對環境有所控訴 那麼 最近 我想近幾年 大家都 體驗到 社會事件 疫情 搞到大家都好像 神去了哪裡 那 其實呢 還有 看見很多不義的事 很不服氣 那 我自己也有這個 有自己這樣的感覺 特別是看到一些 新聞報道 那些 心情會被幾受影響 但是我覺得這樣 真的不是神的心意 因為神不是要我們去 有什麼仇恨 生氣 於是乎 我就讀經 祈禱 那 一路 神給我一些意象 那 祂其實就跟我說 就是 我的榮耀會彰顯 你信不信 其實我祈禱 很少聽到聲音 就是神那麼大聲跟我說話 其實那次 神真的很想知道我 很想要我知道 祂的榮耀會降臨 不要為一些不義的人 或者不義的事 去做一些批判 或者是一些 有些不好的感覺 其實這件事 我當時在聚會的時候 我都曾經分享過 所以 我們不需要為地上的事情 去有什麼不好的感覺 因為神說過 新冤在我 我必報應 雖然可能 到時候報應 那個是我自己身上 不過 我都希望 在這個環境之下 大家 會有一些事情 令到自己 是真的 開脫 而不好 真的因為 自己一些個人感受 或者是一些 立場而犯罪 那些人 其實大家是否覺得 人生真是 雖然 那些白帽好像 用這個德性五步曲 處理了 那樣 好像也是 人生很苦 但是不用擔心 因為保羅其實 勉勵了我們 我們遇到的試探 是我們所能承受的 正如好像 一個三年班 神會知道我們 有多少斤兩 我們好像出卷給小朋友 他三年班 你不會給他六年班的卷去做 神對我們 生活上的 所謂考驗 或者誘惑 其實是我們能夠 承受到的 那 他說會開一條 新的出路給我們 那這條 新出路 的意思就是 其實有退路給我們的 那 只不過我們 是否選擇去 選擇這條 退路 或者這個出口 那 其實這個出口 就是什麼呢 就是神的應許 因為 耶穌基督說過 他說 煩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去他得安息 因為我的騙是容易的 我擔只是輕散的 那其實這句說話 什麼意思呢 那 我們來看看安息這個詞 安息這個詞 其實在 strong number 裡面 就是這個 有兩個意思 就是 G373 和 G372 那麼 G373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在神裡面 是 休息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我想這句說話大家都聽得很熟 那 真的要去安穩 其實是怎樣呢 我看到一個字很意外 就是 存放 存放 原來 就是將我們 一切的思慮 或者我們生活上的所有東西 存放 在神那裡 其實 我們需要懂得交課 放手 因為神辦事 我們有信心 就是我們要放心 另外 就是一個 G372 G372 是什麼呢 原來 就是靈魂裡面的 再創造 即是一個 refreshment 或者一個更新的情況 那大家 在什麼情況下 可以更新到你的靈魂 是最更新的 你的靈魂 是最更新的 睡醒的 睡醒的 Rest 是什麼呢 即是我們的靈魂得到更新 或者是我們將東西交託給神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將東西交託給神的時候 其實 是 我們的靈魂得到更新 就是我們讚美主的時候 因為讚美主當我們敬拜 或者是唱歌的時候 其實你的靈魂是會獲得更新的 即是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或者我自己個人的領受是這樣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是否這樣 還有就是 享受耶穌 因為耶穌整個身體 其實已經是 為我們父寵家 買熟了回來了 那 如果我們不懂得去享受耶穌 去為耶穌 我们做出的一切去感恩 因为其实 为了想不回来 耶稣说他骗是容易的 他的单只是轻生的 好像之前 Peter所说的 其实一路走 一路走的时候 当你真的与耶稣同行 其实不是你背着他 是他背着你走 所以我们的耶稣 其实已经胜过世界了 我们如果不去赞美他 享受他 而自己这么辛苦 在世上 仍然在远天远地 这样没那样没 其实有什么意思呢 你做不到 你不会得胜到 或者你不会轻散到 是的 今晚我的分享就来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耶稣里面得胜 可以活得轻散 赢得轻松 是的 就是金文 哈利路亚 多谢大家